是不是超合 超棒 很特別 美國版麻油雞 對 我們剛剛 燒酒雞 美國版燒酒雞 我們剛剛 西文哥 我看到你還弄的雞湯 雞湯跟威士忌搭喔 我以為是白蘭蒂之類的 會跟湯比較不搭 像一些熬得比較透的雞湯 或者是那種熬得很濃郁的 像是用干貝啦火腿所熬出來的湯頭 頭跳牆那類的嗎 在裡面稍微淋一點威士忌 淋一點 那香氣沒得不得了 淋哪一種啊 淋哪一支啊 我覺得呢 今天我們準備的湯是什麼湯 菜脯雞湯 菜脯雞湯 因為菜脯有一種發酵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 我們看看哪一支顏色比較深的 比較適合它的 美國或泥梅吧 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美國就好了 你試試看美國 美國試試看 來… 我自己先吃 直接加吧 然後先給它試試 對耶 我們就是很好賣的 好 來… 比例咧比例加一兩滴 加一兩滴 提香就好了 來…你來… 來… 因為我要先趕緊試試看 這樣的搭配合不合 這個加進去 美國威士街奶油香全跑出來 欸 奶油香 對 有一個香氣耶 你聞…你先聞香 對 我不知道 其實我加的時候 那熱氣沖上來就有了 是不是超合 超棒 很特別 美國版麻油雞 對 燒酒雞 美國版燒酒雞 對… 我們剛剛在挑的時候 你不是說你不喜歡菜脯雞對不對 很酷 對 下次這樣加了 你會想就想吃了 有 下次就會整餅這樣 整餐到全酒 美國威士街全酒 菜脯雞 滾起來又香 吃起來又好 對 今天是有專家 有專家做陪 所以我們挑走 怎麼樣都會成功 那新手怎麼辦 我是說真的 我們現在是流行的 就是比較高單價的東西 流行蘇格蘭威士忌 日本威士忌 可是我自己在寫書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發現那種甜甜的 美國威士忌 更適合搭台菜 不管是純喝 加冰塊 或是加一些蘇打水 甚至你看像我們這樣子 直接淋到雞湯裡面去 那味道十足的美妙 所以其實搭餐 不一定要拿出很高貴的威士忌 很好的美國威士忌 像我們今天這個 Bottle In Bomb 這支 這支美國威士忌上面寫的 Bottle In Bomb 這個意思其實就有一點類似 像蘇格蘭的Singong Whiskie 單一年份的單一廠 所生產成年超過四年以上的威士忌 才能夠成為Bottle In Bomb 這個就是好東西 其實都可以試試看 不是說美國威士忌是便宜貨 其實是很可惜的 算是一杯 好 哦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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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